一開始一時踢,有人一起踢得不一樣。 不是,比一開始,你身體徒僵持一時一般。 你身體徒僵持一時,你屁股坐起來很痛快? 一開始時,雙胸骨踢得更好。 抓住對方的褲板,對方會比較難運動。 對 相手也想要做 其他地方也想要做 同樣的事 要保留 當然 另外他推薦就是在 記得要脫下衣服 買衣服 挑出來用 對 這個頬部成功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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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建議說 如果自己在打過脖蓋的話 記得是專家的衣服 但 自分是 這樣 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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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建議是說 腳啊 腳 踢了以後 腳是移到 然後這樣一來的話 就可以再做一樣的工作 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經過 一次換手以後 你就已經把對方的腳 放在自己的腳上 如果對方站起來了 就可以發現 仍然是你在水地牽直 你馬上就可以用到我們剛剛教的招式了 所以他站起來了 照住他的部門 你會發現他的腳很難拔出來 然後送出去 這是一個腳關節 手上的腳關節 只要安置起來 接一下他足夠的腳關節 chimio 對手下方的腳關節 並一大量下方的腳關節 然後、最後虛擔骨 像雲骨做成一樣 等一下也會講說 最初是 阿姬是很容易的 腳綁起來 阿姬以後會叫一個 腳綁起來 因為這個動作 可以把對方的腳綁起來 所以阿姬的時間比較容易重 阿姬的時間比較容易重 Double Guardから 開始了 記得先抓一方的褲管 褲管和衣服的下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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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以後 相手的手抓住褲管一樣 就先把腳踢下去 然後 下擺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教的 換下擺 綁住對方腳的動作 褲管和衣服的下擺 褲管和衣服的下擺 一邊拉到對方的衣服下 一邊拉下擺 褲管和衣服才會出現很大一節 褲管和衣服的下擺 褲管和衣服的下擺 綁得牢的話 你會發現對方的腳就直直殘住 他的腳就動不了了 自己的脖子也很難打倒,因為在後面隱藏在對方的腳下 你會發現你的腳其實藏在對方的腳下 所以說在柔術的柔術裡面,他幾乎對你的腳沒有任何可以做攻擊的動作 所以就算做也是犯法 好,那現在對方的手臂也要怎樣 好,那現在對方的手臂也要怎樣 一個就是當然啦,就是剛剛講過這個 把你的靜蠔換下去去搶配的動作 對方說話也要做的,但是我們可以做的位置 從這個地方換完手的位置開始這樣 對方站起來,你可以順著他的力氣把對方送出去 然後記得把對方送出去,就自己的屁股跟著滾上來 對 滾上來的同時你就可以抓緊時間固定 如果你的屁股沒有跟著一起滾上來的話 可能腳就沒有辦法抓得那麼靠 這樣放進去 褲子不能鎖住 然後脖子不能鎖住 記得肉骨要抓得很緊 幫腳的動作要拉得很緊 衣服要拉得很緊 記得把對方踢出去送出來 然後身體要追上去 身體的屁股要追上去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屁股追上去的時候腳也不會變成歪掛 這樣一來的話就是一個很緊的阿頸 worksheet 積極感 謝謝 踢去 對 很容易 很容易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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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 有時候 有時候 可以直接 從下方 就直接 膝蓋 可以 如果對方 這個時候 還在撐的話 如果對方 對方如果撐著想吃 就站住 這個時候可能就折不到了 記得這個時候 再把對方往前踢倒 然後再追著 繼續阿奇 阿奇 他現在講的三個動作 都是為了那個 折脚 那 下 然後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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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對方往外送 如果對方 不可以往外送的話 抓褲管 抓褲管 然後送到自己的腰上 因為他膝蓋 右方 外轉 然後再繼續 去踢他的腳後 踢他的膝蓋 內側 這樣 總而言之 有一個 記得就是你的 就是記得你的下腹部 整個往前凸 整個往前凸 這樣把他的膝蓋壓下去 你發現如果你看你的下腹部 如果沒有凸出來的話 對方很會防腦 但是如果你整個人已經倒上去了 整個體重都壓在他的膝蓋上 然後 整個體重 身體都壓在膝蓋上 然後下腹往前凸的時候 幾乎就沒有辦法防腦 腳關節 把肩膝蓋壓下去 然後馬上 左手 對方也放在膝蓋上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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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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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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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左手 右手 這個時候把對方的腳拉到這邊,另外一邊移一下 好,最後一邊移一下 這就是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像剛剛那樣,把腳送過來自己去折它 或者是像剛剛講的第一個 把雞兒送出去以後 雞兒送出去以後 把雞兒送出去以後 然後身體最長的雞兒子 然後閉著 閉著,閉著雞兒子也不能回到 這裡的雞兒子也有 有一個很好的 有一個很好的重點就是 膝蓋沒有辦法轉 膝蓋沒有辦法轉跟你鎖住了 所以說,你只要稍微加壓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 你看如果沒有綁的話,膝蓋就會跑 抓關節就沒有了 光是只是就是把他的人往外往後送 光是這樣就已經是個非常有威脅的阿姨 對方轉圈呢,屁股就跟上去 整個屁股壓在他的膝蓋上 他會有一個很高的 危險 很 COVID-3 很難以為 練習了 第三條 二次 四次 四次 六次 五次